靖哥哥 看来咱们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才华贼了 黄姑娘切莫大意 这个欧阳克的武功很不一般 林浅辈说的是 之前我跟靖哥哥跟欧阳克交过手 这个人虽然平时风流放荡 可是他家学深厚 武功高强 恐怕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是他的对手 既然如此 姚家也不想连累大家 大不了就让我跟那个淫贼拼给你死我活 就算你拼了性命 也是白白去送命 再说了 到时候你想死可能也死不了 落在欧阳克的手里 可是要让他为所欲为的 我有个主意 今晚就让我来假扮成姑娘 欧阳克一定会选择凌晨动手 用迷香把人迷倒 可是蓉儿 他们如果用迷香的话 那你不就 放心吧靖哥哥 到时候 我只要在嘴里面喊一块张目 等他们放迷香的时候 我闭会气就没事了 走 走 靖哥哥 咱们这些人里 属你的庆功最好 你一定要跟紧我 而且沿途 要给李前辈他们留下记号 李前辈 到时候 你就根据靖哥哥留下的记号 一路前行就好了 黄姑娘放心 我们定当及时赶到 这里有标记 这也有 靖哥哥 到了贼窝 你就埋伏在李我最近的窗边 带我动手 以便在其身后出招 李前辈 你带领丐帮的众弟子 埋伏在门前 如果我和靖哥哥都没有得手 你就带着众人 设法暂时困住欧阳克 我和靖哥哥 在四季将他擒住 少主 程大小姐接到 今天一定要升线与你欧阳克这个银贼 程小姐 能把你请来可真是不易 没想到这种穷乡僻壤 竟有程小姐这样的美人 自打昨日与你见了一面 我这一整夜都在想你 可惜啊 现在还不能和你例行好事 你们家同仁当铺门口的那些叫花子 实在太讨厌了 看见他们就恶心 实话告诉你吧 他们的行踪根本逃不出我的法眼 我知道他们马上就会赶来救你 正好我的蛇儿们都饿了 就等着他们来送死呢 坏了 原来欧阳克早知道我们要来 荣儿的计算失败了 这下糟了 想偷袭是难以得手的 既然来了 何必躲躲藏藏的呢 人我都已经掉在这了 若是真有本事 你们就现身来救